現在不是產煤的季節 但是民眾卻在網路上看到了 信義鄉農會出產的青翠煤 在打著販售的廣告 導致信義鄉農會是不斷的接到詢問的電話 提醒消費者現在市面上 並沒有信義鄉農會出產的青翠煤 可別受騙了 詳細的情形聯繫給記者 賴曼妮 這是主播 畫面中可以看到信義鄉農會的上班時間 電話一通接一通 大多都是民眾打來詢問 信義鄉農會出產加工的梅子 是不是有在網路上販售 讓農會的員工一頭霧水 因為現在早就沒有青翠煤可以賣 來聽農會人員怎麼說 可以打我們的那個公司的電話來詢問 確定不是我們的相關的產品的 根據民眾提供的網頁 打開網頁一看是一夜式的廣告 他們盜用信義鄉農會的官方圖片 主打產品的來源是南投信義鄉出產的梅子 但是脆梅盛產在五六月份 一推出早就被搶購一摳 現在已經沒有青脆梅可以賣 信義鄉農會就怕太多人受騙 警方也呼籲民眾要是買了網路來源 不明的脆梅恐怕會上當 除了花錢也很傷身 兩日最新情況主播